什么是脉轮 你的命运 生殖器官 包括你的财富 影响力 感情里面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有自信的人去 面对你的感情 人脉 或者是你的丰盛的生活 或者感情生活 你的修行 能量的factory 对对对就是它的工厂这样子 西方的能量啊 工作方面你要赚钱的时候 但是你就感觉有心无力 没有那个执行力去做 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吉尊满堂的 Simon Show 我是你们百姓 我是Yu Sandro 我是你们百姓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讲什么是脉轮 就是我们的7 Chakra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底这个是什么 那很多人会讲 能量的 尤其是能量啊 或者是你们做瑜伽 还是什么灵性修行的时候 尤其是西方的能量啊 疗愈啊 都有跟你讲到这个脉轮 对不对 我每次都有听到他们说什么脉轮点 对对对 脉轮点 对 所以呢其实这个脉轮呢 其实有分为7个 所以它也是叫7脉轮 就是7 Chakra 那这个如果是说疗愈啊 圣经 因为这个其实你知道 脉轮这个东西啊 学会很大 因为为什么 它可以掌管着我们在人间的所有东西 基本上啊包括你的财富 包括你这一生中的这个影响力 人脉 或者是你的丰盛的生活 或者是你的感情生活 甚至说你的命运 你的修行 还有你的这个身子器官 诶 你可以想象到吗 所以这个还有 会不会是我们的那种气 气身体的气啊 或者气功的气 呃 呃 还不算不算 不算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体 如果我们要去量我们心跳啊之类 除了瘀气 以前人是用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拿那个手起来的 啊 有洗了 生了一个龙凤胎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把脉嘛 对不对 那这个人体的脉搏 就是把脉嘛 脉搏嘛 对不对 就是像什么 我们人的这个骨头的中间 就是我们的脊椎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的中心点 对不对 那这个气脉轮呢 就是我们的能量场 OK 我们人体能量场的这个中心点 就是它的脉轮 嗯 为什么它叫轮呢 因为它这个脉哦 像我们的脉搏这样子 它的这个脉 的这个轮 它是一直转转转转转 因为为什么 它会产生能量 嗯 对 所以刚才下面师傅讲 诶是不是很像 可能是气啊 还是什么 像气功啊 运气啊 这样子的东西 有一点点像 但是其实不算 因为气脉轮这个东西呢 它比较算是一个它的能量场 就是很像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东西出来 你要有机器对不对 那这个气脉轮就是这个机器 那它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能量气场 哦就是一个能量的factory 对对对就是它的工厂这样子 所以咧它是有分七个就是从顶轮开始到下面都是有的 所以咧它有顶轮啊 眉心轮啊 猴轮 心轮 太阳轮 还有就是海底轮 就是有这个七个脉轮的点 我们就叫它chakra point 这样子 就是脉轮点 刚才你讲脉轮点 对不对 那就是有这个七个点 就是有在七个不同的地方 它相对来说有不同的功效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很像讲 我们人的这个气场啊 取决到我们的这个气脉轮 为什么气脉轮那么重要 因为它是那个卖对不对 它是那个factory 所以通常啊 它们很像可能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瑜伽疗愈 或者甚至说我们用这个水晶疗愈啊 还是什么什么疗愈之类的 都是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最基本的脉轮点的 因为如果你连脉轮点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的这个脉轮有没有平衡 所以你知道这个脉轮哦 OK 这个脉轮它会把你变成很像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阴阳 就是讲OK 比如说你的财富 或者是你的感情生活 那你的感情生活不好 就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或者是你会一直自卑在你的感情里面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有自信的人 去面对你的感情情感嘛 对不对 或者是甚至说你的工作方面 你要赚钱的时候 但是你就感觉有心无力 没有那个执行力去做对不对 对 那些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脉轮点的不平衡 就是说它卡住 对它就是有一个卡住在那边 就是能量已经卡住 对 因为很多人是讲 我们如果能量是 为什么很多这些做疗愈 包括把护士里Zandra来讲的话 我们每次是不是会跟你们讲 啊你的能量一高的话 你会吸引更多好的能量来 你的能量高你不会有烦恼啊 你会很快乐很开朗啊 你生意会自然而然来 你的财富会自然而然来 这样子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讲呢 因为呢 如果你的这个整个能量产 你要七个卖能点最基本的 全部都平衡的话呢 或者甚至说更高的话呢 就是它的能量高了 那你就会帮助到 你整个所有的生活都是愉快 所以你不可能会有不开心啊 所以你永远就是一直保持在这个正能量 因为呢 如果你的生命上啊 基本上发生什么事情啊 之类的 OK 可能你的像我刚才讲 感情跟财业嘛 就是最多人会讲的嘛 OK 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方面 或者是你的公司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 或者是你的这种身心灵感觉 一直哎 不知道想不通啊之类的 那些其实都是一些你的这个卖轮点的这个卡组的象征 那我之前呢 有很多这些啊 客人啊 来找我就是要去疗愈嘛 他们不知道 哎 到底什么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 因为我一直找不到男朋友 我一直找不到女朋友 或者是我一直很像会梦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或者是甚至他们讲 哎 我为什么一直会有一个小人一直跟着我 打着我啊之类的 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 那有些呢 可能他们的这个 可能感情不顺啊 或者是找不到另外一半 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心轮卡住了 对不对 这个Hard Chakra 那有些呢 可能他会一直梦到东西啊之类的 可能就是他的这个顶轮或者是眉心轮不平衡了 对不对 或者是说呢 有些啊 更好笑的就是什么 有些可能他们在性生活方面 就是感情生活 床试方面呢 他们不愉快的感觉 或者是一直很像 不是很好的这个进展啊之类的 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的 那也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你的这个生殖轮的卡点 这样子 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管吃什么药之类的 它就是 你用药物没有办法解决 通常都是你的这个脉轮会卡住这样子 或者是你的这个 在这个性方面啊 你没有办法的去有自信的去面对 这样子 或者甚至是说 你可以用你的这个性的东西啊 你去找小三 或者是第三者啊 或者出轨之类的 都是有关系的 这样这个脉轮如果卡住了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会 会的 因为它会从这个身心开始 因为它是整个脉轮点啊 就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器官 其中一个器官会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能量的器官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你的这个七个点嘛 七个point 你可能其中一个卡住 像我刚才讲 你的这个 它会从哪里呢 因为我们身心灵 它会先猜 在你的这个心 因为我们 如果是讲身心灵方面 我们的能量场方面 我们一定是心跟灵先中的嘛 对不对 在能量灵界方面 一定是你的灵 然后影响到你的心 然后你就开始想想想想想 然后通常你一副能量 你是不是就会 可以引来一些身体不舒服的东西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脉轮的重要性 所以呢 这个脉轮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是 比较多是一个introduction 就跟大家讲 这个cheap脉轮到底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呢 在外面你们看到啊 现在网络很多 网络世界很乱 太多东西了 太多 太多information 然后不懂到底要抓哪一个嘛 又有真又有假 也不知道什么 对 所以呢 以百物诗以上来说呢 就跟大家讲 这个cheap脉轮呢 是一个很很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往往呢 大家都不懂 因为呢 我们通常啊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要做疗愈 或者是什么之类都好 或者是清理进化啊 什么做一些灵界修行啊 能量的东西 尤其是能量的 这个是最基本你要知道 就是这个cheap脉轮 一定要知道 因为呢 这个你的第一刻在能量一定是cheap脉轮 对 因为呢cheap脉轮呢 它会帮助到你去开始 cheap脉轮只是一个开始 就是像什么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嘛 对不对 它是一个工厂 去制造所有的能量啊之类 对不对 跟所有的运 那它就是像什么 一个基本 对不对 像我们风水有这个基本的阴阳的气 对不对 那个就是这个八卦是你们风水的这个基本 那这个脉轮呢 就是在能量 这两方面 这些能量的这个修为啊 这些正能量不能量的这个的基本 对 这样子 对 所以呢这个cheap脉啊 我们有代表不同不同的 那顶轮跟这个 这个眉心轮呢 它就比较多是在修行方面的 那喉轮的话 它比较多是在很像可能你表达能力啊 讲话啊 口才之类的 那你的心轮比较多是感情啊 那种情绪啊之类的 对不对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轮啊 海底轮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圣子轮 就比较多是那种Earth Earth的东西 就可能就是你的工作的时候 可能你的执行力啊 或者是你的其他其他方面这样子 而且哦这个脉轮的话呢 它会跟着你每一天会变幻的 会变幻 然后呢这个脉轮呢 它会产生这个能量产 它就你们有看过就是很多那种能量 他们讲 诶看到你旁边的颜色 或者甚至上 现在很多机器已经可以拍到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气场 磁场 OK我们人体的气场 那个是哪里生产出来的 就是你的脉轮 OK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种颜色 就是因为你的脉轮 因为它每一个有不同的颜色的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脉轮呢 它就生产这个能量产 分布在你的这个能量产 那我们人体也是算是一个能量嘛 那你来之前你是一个灵体 你是一个能量 所以你是灵嘛 那你要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是一团能量 一个灵 那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修行你不可能修人体嘛 对不对 你一定是修你的灵魂啦 那是不是也是一团能量 那这个能量的话呢 就是你的能量产 为什么这个脉轮呢 它会帮你去生给你这么多能量啊 很多颜色的能量啊 我们叫做气场啊 对不对 那这个气场呢 它这个能量场你散发出去 散散散散散散 就是这个轮一直转转转转 然后一直散散散散散散出去嘛 散出去了它去帮你 为什么讲脉轮点很重要 刚才我们讲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脉轮转转转 然后它帮你影响到整个你的周边 都是正能量的时候 它去帮你引来更多的正能量进来 那相对来说 如果你的这个脉轮点有卡了 是不是 它是不是就是负能量 那你就只能够引来负能量 对不对 那是 这样我想 这个宝宝一生出来就有这个脉轮了 对对 一定 狗狗也是有 宠物也是有的 那它们生出来的这个脉轮全部就是开通 对 一定有的 只要是一个灵魂都会有的 一定是会有的 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个脉轮是很很很很大一个学问 那很多人会讲这个脉轮了欲 所以很多人会很像用这些油啊 能量油或者是水晶或者是灵修的方式 去帮助他们这个点 但是很多人他们修行 他们完全是一个盲目的去打坐 他不知道他打坐来干嘛 可能他就是冥想而已 可能只是安静 所以你们当要修行 尤其是你们要调整你们的能量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可以去保护你这个脉轮 会亲近你这个脉轮点之类 那我们很像比如说我们的精彩油 对不对 那精彩油我们的万人泥能量油 或者是我们的香之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已经懂了这些 这个是最基本 像我刚才讲 那我们的这些法呢 就可以给你们用了 你们就可以提升 你们那一方面的能量 它散出去的能量就是精彩能量 明白吗 所以那个精彩能量啊 他这样的散散散啊 所以很多人用了我们精彩系列的时候 就讲 为什么用了精彩系列 他那个钱不懂 莫名其妙四面八方来 都会金钱 就是很多这种的评论 对 然后就很奇怪 他们用了就觉得 这样奇妙的 这么用了 这个效果又这样快 对 有些人可能用了一段时间 那效果才会来 对 所以我看到应该是在调整 我们的这个 对 这个脉轮 因为我们是 其实不算是 调整脉轮 那脉轮只是一个普通 那我们的法呢 就是可以提升你们整个人的 个人的能量 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们 凸在手啊之类啊 之类啊 然后他就提升你个人的能量厂 所以他就散出去 就是这个精彩能量 他就帮你吸更多精彩能量 对不对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 有时候是我们说 你们点在钱那边 那为什么要点在钱 那钱不可能有 麦伦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每一个东西 他都有一个能量 所以点在那个 钱方面的话呢 他就吸引这个物品的 这个能量 帮你吸引更多能量进来 这样子的道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example 就是一小小的一个举例 这样子啦 因为呢 这样子你们才会比较明白 这个能量厂 到底是怎样去work的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很基本 很基本的这个脉轮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更多更新 更多脉轮的知识点给大家 那这个脉轮的东西呢 跟水晶啊之类的 那百物识Xandra呢 就会教给大家 与其是讲 给你们看我们物识的东西啊之类的 我们要教大家东西也是 所以你们可以有这个智慧 然后去提高你们 提升你们自己本身的能量 然后去让大家一起去有这个 丰盛的未来 丰盛的生活 这样子才是我们想要做到的 对 所以呢我们 接下来还会更新更多 关于到这些 能量方面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那这个脉轮只是一个开始 就像我们水晶的这个系列 也只是一个白水晶的一个开始 所有东西呢 是很多的智慧 所以我们 度眼龙说会慢慢慢慢的 揭开更多更多的智慧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 宣学智慧 所以呢 我们今天影片也到这里啦 耶 OK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 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我们今天影片的看法跟想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吗 能量方面的 可以问百物事以前转哦 然后呢 不要忘记要follow我们两个人的 IG 还有我们对眼龙说的官方IG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page哦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 发更多的选选内容 还有影片给大家 还会跟大家直播互动哦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我们每天晚上 计算满堂 度眼龙说 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 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